二线议员黄灵兰 与李正名代表吴朝城 以及县府相关单位等 驱车前往了花65线三宣会刊 该路段一侧为窄区 一侧则是农田稻田区 只是受到了0918地震灾损 以及年久失修 道路之农用一侧排水沟一处 深陷破洞 陆基挡土墙 水泥下方遭到了掏空 严重毁坏 随时有坍塌的危险 而掏空的路段也超过10公尺 先议员黄灵兰 与李正名代表吴朝城 以及县府的相关单位 驱车前往花65线三宣会刊 这个路段一侧是住宅区 另外一侧是农用的稻田区 受到0918地震灾损 以及年久失修 道路的农用一侧 排水沟一处深陷破洞 陆基的挡土墙水泥下方 遭到掏空严重损坏 随时都有摊坊的危险 掏空路段有超过数十公尺 先议员黄灵兰说 花65线两公里三宣 挡土墙掏空的问题 是在前几天花莲县第二十届 议事临时会期间 这名代表吴朝城向他提起 他马上和吴朝城说 会再马上提案来处理 非常感谢县府水利客 立即的安排时间 一同前往实地会刊 也非常感谢吴朝城的 及时反映农民需求 另外代表说 0918地震之后 这一侧的挡土墙 下方的土石都往外崩落 底下已经掏空 经过当地住户的反应 以及农田水利会小组长 跟他到场会刊 并且拜托先议员黄灵兰 可以提案向县府寻求解决 没想到还没到一个月 县府水利客很快就派人 南下实地勘察 也希望县政府能够尽快解决 记者高双双 玉里正采访报道 用安稳ible